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禅 世界上许多宗教都认为 人死后必然会先受审判 例如民间的道教 相信人死后要受十殿严罗的审判 天主教和基督教 也说人死后万民仆佛在上帝座前 像一群羊斑静候上帝的审判 佛教对人死后的去向不是这样安排的 佛教相信 死后审判我们的不是佛祖,不是菩萨 也不是严罗王 而是由自己的业力来审判 未来投胎转生的好坏 要依生前作为的好坏决定 未来轮回六道的去向 要看自己造业的因果而定 在佛教里 每个人未来的幸福与痛苦 不是被神操纵的 而是在自己手里 人去世八至十六小时内 神识逐渐离开躯体 此时 逝者的感觉宛如老牛包皮 异常痛苦 一丝轻微的触碰 都会令逝者如千刀望挂 生大愤怒 一般八小时后 神识才会完全离开 此时方可查试 换衣 化妆等 也有少数人十六小时后 才会完全离开 人去世后全身冰冷 但唯独有一个地方发热 八至十六小时 神识离开躯体后 可触摸判断出 逝者投生去那一道 脚心发热 地狱 膝盖发热 畜生 腹部发热 鬼道 胸口发热 人道 眉心发热 天道 此为五道 应阿修罗五道皆含有 共称六道 顶门发热 往生佛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瑞相 身体柔软如眠 头顶门发热 面色红润 散发檀香 古化后有舍粒子 或舍粒花 病人临终时 家属误在病人面前相对而逝 以免病人生起爱恋之情 如家人信佛 念佛时 切不可带着哭泣的音调 以免病人引起悲伤之心 而失去正念也 病者气觉之后 神识尚未离 有知觉的 过段时间 空身冷透 神识出离 瘦 暖 食 都离开身体 方算死亡 方算死亡 在气觉之后 神识未去之前 心灵正是很痛苦的时刻 只要病人一断气 马上就悲哀啼哭 或俘虏病人而嚎啕 或任意搬动 强其正寝 或趁身体未冷 先未知沐浴穿衣 或注射强心针 或注射防腐剂 或方断气 立即被送太平间 或当天被移病遗馆 这些做法皆不可取 不知神识未去 其所感受的痛苦 与常人无异 常人还可以忽痛忽救 可以抗拒 病人虽气觉 而神识未去的这段时间 硬要当作死尸看待 致使病人冤枉 受极大痛苦 而口又无法申诉 因不解临终常识 而导致如此悲惨 命不痛心 病人因遭受痛苦 而心生称恨 因称恨心 而使神识堕落恶趣之中 虽孝子贤孙 亦无所知也 因此呼吁世人 在病人弃绝之后 神识尚未离去之前 假定为十小时至十二小时 在此时间之内 病适亦维持肃静 不能有上述种种举动 加害病人之身 以维护神识得到宁静与安全 病人睡的姿态 要听其自然 不能移动它 若已气觉 因神识尚未离去 故仍在有知觉的弥留之际 如在各公司医院或在自家 基于人道精神与谨慎的态度 应予以十至十二小时的临静时间 并供给冷气或冰块 使病室温度降低 若断气前 为己请人开导 此时 即待善友与病者耳边 如前所说 高声开导之 亡者的心 即能觉知 使之有所归 心有所依 家属及亲友 应换班念佛 先念六字 鸿鸣十数分钟 以后专念 阿弥陀佛四字佛号 一字一句 要念得清楚分明 如果有助念团 请来助念 乃是再好不过的了 如果能在四十八小时后 再转移至四月网声堂 请法师们诵经念佛 助力其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更好了 但现实是 现在很多人 甚至包括一些佛教徒 为亡人做的事情 远远不够 在我们藏地 对于如何为临终者念经 死后四十九天 做哪些佛事 怎样处理亡人的尸体和骨灰 去世一周年后 做什么佛事 在这些事情上 特别讲究 其实 这也是一种 不可缺少的佛教行为 对亡人有很大的利益 人死的时候 就像从苏油中 抽出一根毛斑 独自离开 在那个时候 钱财 地位 都没有用 唯有正法 最有用 可是 很多人却不重视 以正法来利益亡者 我看到 有些人 家里人死后 一处理完尸体 就没事了 好像家里畜生死了一样 更有甚者 有些人 不但不为亡者做善事 反而 跟随一些民间的陋习 为亡者杀鸡载羊 不仅浪费财产 还造下很多恶业 很多佛教徒 都是如此 不信佛的人 就更不要说了 看到 听到 这些不如法的事情后 确实非常令人伤心 希望大家以后 要去除这些陋习 尽量让亡者的命运 有所改善 否则 有的人 虽然来到了人间 也遇到了佛法 但在最关键的时刻 却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这是很可惜的 虽然世间的临终光怀 是一种善举 但站在佛教的高度来看 这些光怀只是暂时的 并不能从究竟上解决问题 只有通过佛法的方便 才能让人们暂时远离身心的痛苦 究竟往生清净沙土 获得出世间的圣果 因此 佛教的临终光怀 才是最圆满的 在西藏生死书里 也有这样的事 一个人被车撞死了 有位路过的出家人 马上为他念经超度 佛教的经咒 无论从谁的口中念出来 对亡人都有利益 所以出家人和居士 今后要主动为亡人念经超度 我们应该在大悲心的推动下 无条件地为亡人做法不失 那我们应该如何开展临终救度呢 如果有些人真的关心死去的亲人 就一定要为他们安排好佛事 有些人对贱王佛事之所以不重视 可能是认为 我的家人死得非常安详 肯定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不用再安排很多佛事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很多大成就者 缘济后都做功德 你的亲人为什么不需要 所以如果有些人 真的关心死去的亲人 就一定要为他们安排好佛事 一般来讲 对亡者的超度 基本上都要安排49天的佛事 至少也要安排一个或两个七天的佛事 有的地方寺院却很少 寺院里的出家人更少 要完全由出家人超度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在家人也可以念经 他的亲人和子女都可以念经 只要安排得合理 效果也会很好 人死以后必须等身体完全冷却 才能移动身体或者换衣服 最好在24小时内不要触碰死者 应该把亡者放在清静的地方 如果条件具足 可以专门腾出一间房子放尸体 在尸体没有处理之前 一直在那个房子里念经 尸体处理完以后 每天也要继续在那个房子里念经 还要提醒一点 尸体最好用布盖上 我看到有些尸体上面 什么遮盖都没有 别人看到死者的脸特别害怕 这样不是很好 在为王者念经超度时 布置场景也很重要 要陈设西方三圣像 佛经和佛塔 还要为死者供灯 一般是供七盏灯 最少也要有一盏灯 中阴森时常处于恐怖之中 在黑暗的中阴期间 如果为王者供灯 会给他带来光明和安全感 所以供灯非常有必要 总之 如果有条件 要尽量陈设佛堂和供品 如果没有条件 也可以直接为王者念经 有些人在死者脚下摆三四个馒头 说是与众生结缘 但藏地没有这种做法 这个放不放 你们自己看 另外 在住念之前 应该与死者的家人沟通好 因为有些死者 虽然是佛教徒 可是他们的家人并不信佛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事先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在住念的时候 保持现场的平静也很重要 亡人的亲友不要哀嚎哭泣 应该以悦耳的声音 诵经念佛 这才是对亡人最有利的 对死者来说 如果有了善法 这比什么都重要 心石即将离开身体时 也极易受他缘影响 如果为亡人哭泣 或者造恶业 亡人可能因此 而转生于恶趣 如果为亡人造善法 亡人可能因此 而往生清净沙土 所以我们应该为别人住念 这不仅能帮助亡人解脱 自己也有很大的功德 延宗宝剑中说 若劝得一人生净土 宋字不修行 亦何得生净土 林中善恶一念 决定着上升与堕落 林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对亡者的去向 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法院诸林中说 从生作善 林中恶念 便生恶道 从生作恶 林中善念 而生天上 虽然一生行善 林中时若产生恶念 死后便会转生恶趣 虽然一生作恶 林中时若产生善念 便可以转生到天界 其实 在死亡到来之际 不要有太大的恐慌 否则会障碍解脱 汉帝的一些法师说 要以平静的心态 迎接死亡 对死亡 应做六种想 死如出狱 要有一种 从监狱中 获得解脱的想法 死如再生 死亡意味着 重新转生 就像原来在一个地方生活 以后到另一个地方 去生活一样 死如毕业 一个学生 从学校毕业后 会根据成绩 转到其他领域去发展 同样 一个人死后 会根据其善恶功过 转生到不同的地方 死如搬家 就像以前住在南方 后来搬到北方去 死如换衣 以前穿黑色的衣服 后来换了一件 白色的衣服 同样 以前是这个身体 死后会换一个身体 死如新陈代谢 人的身体有很多细胞 旧的细胞不去 新的细胞就不会来 同样 没有旧生命的死亡 也不会有新生命的到来 以这六种思维 能遣除对死亡的过分恐怖 能让自己以平静的心态 迎接死亡 我觉得这样的思维很好 汉帝有许多很好的临终教研 像应光大师的开示中 就讲过临终的三大要诀 一 善巧开导安慰 另生正信 二 大家换班念佛 以助敬念 三 切切搬动哭泣 以防务事 如果能依此三法而行 决定可以消除素叶 增长静音 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 如果有些人觉得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 而自己的家人又不信佛 我建议这些人提前给家人留下遗嘱 在遗嘱中安排好自己的后事 这样的话 如果家人对自己有爱心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后事 否则 如果没有提前安排好 死后家人会哭哭啼啼 杀鸡宰羊 然后随便处理自己的尸体 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不仅浪费钱 还造了很多恶业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